商少您好,我是PP发财集团的CEO虎欣 有P快发 是这样的,商少,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帮助您缓解退押金的压力 嗯?你说说看 很简单啊,现在小蓝车公司流量这么大 用户这么多,只是没办法转换成利润而已 而我们PP有钱恰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合作吗? 怎么个合作法? 强制用户捆绑PP有钱的APP 押金啊,您就说退到PP有钱的账户里了 想退,必须用户开通PP有钱账户退 我这边则把押金变成理财资金 按照一定的期限还给他们 胡欣没说的是,想要从他这里把理财资金拿回去 必须得满一万块才行 用户想要的是299押金 而胡欣则盯上了用户钱包里9000多的资金 商力怎么会不懂这个猫腻 微眯着眼睛道 胡欣,你这算盘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呀 看上去你帮我顶住了退押金的压力 实际上真出了什么事 最后用户还得找到我头上来 你胆子可真大 伤手,我,我也是出于好心裁 合作我可以考虑 但是赚到的钱,我要七成 同意的话咱就合作 不同意今天我就让人把你的公司疯了 十三办公室 公子院还是比较关心公子莉莉 她找到十三询问道 莉莉的厂子应该是快倒闭了 老公,你怎么在最初阶段就预料到她的厂子干不好啊 正常的一款产品 我们要真正量产前肯定要经过几次实质 要去模拟实际的运用 真正没有问题之后我们才敢去量产 互联网公司的方式就是先上来先试 不行再改 但这样就导致前后环节产生了矛盾 即便没有我开的三家弹车公司 她的厂子爆雷也是早晚的事 我看莉莉最近状态很差 烟抽得很凶 还经常酗酒 嗯,老公我可以求你个事吗 哎哎,说了多少次了 夫妻之间别用求这个字眼 我是觉得 这次莉莉肯定也吃够了苦头 尝到了创业的挫折了 要是她来求咱 咱能不能帮她把债给还了 虽然公子院有钱 也有能力帮公子币 但一下子要支出这么多钱 公子院还是要找十三上了 如果十三说不行 公子院就绝对不会出这个钱 现在她跟十三才是一家人 犯不上为了其他人 让自己的家庭出现裂缝 五十多亿的债务而已 如果能买老婆一个安心 我认为很值 公子院感动得差点当场 就给十三跪下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十三的手机TT响了起来 是公子丽发来的消息 在吗 不在,再问拉黑了 沉默几秒后 公子丽又发来TT消息 十三,如果 我是说如果 我找你借点钱 但是是给利息的那种 你会借给我吗 厂子都要破产了 还想着借钱你借 你姐花我一万亿 我都不心疼 至于你 抱歉 一块钱我都不会借 两久 公子丽发了一条消息 懂啊 谢谢姐夫 扭头 公子丽拨通了胡星的电话后 一日 当十三处理完手头工作后 刚下楼 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陌生人 拦住了十三 陈总 您好 我叫宋宇 是茉莉带工厂的副厂长 我找您有急事 什么事 公总 好像出事了 嗯 公总消失不见了 都一整天了 哪里都找不到人 十三赶忙给公子丽打电话过去 没人接听 嗯 打TT视频电话 也是没动静 别打了 我已经打了几十个电话了 你这边有什么信息吗 厂子已经快垮了 账面资金完全用光了 银行还天天来催贷款 公总为了给工人发工资 愁得好几天都没合眼了 今天早上他突然说找到了一个弄到钱的法子 等拿到钱了就给工人们发工资 然后厂子破不破产再说 接着他就不见了 哪里都找不到 都一整天了 你们厂的资金缺口大概多少 工人的工资缺口倒是不大 就三亿 关键是银行的那笔二十亿的贷款已经逾气了 我跟公总说了 去申请破产清算 工资不用付 银行的钱也不用还了 回去你照样能当个潇洒的富二代 但是工总就是不同意 非说要对厂子 对员工们负责到底 宋语断断续续的说着 我说句实话 打了这么多年的工 就没见过工总这么良心的老板 陈总 您能不能 我在工厂成立之初就提醒过他 不要盲目扩张 不要负债前行 今年他要说过附近小厂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过 行业见顶了 是时候套现离场了 但是他没听 非要一意故心 现在共享单车什么状况 恐怕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了吧 即便是我的三家共享单车公司 也都是亏损在运营 只是作为三家艾特公司 线下生态业务的补充而已 陈总 您看能不能 闭嘴 这时 十三再次掏出手机 多打了一个电话 三爷帮忙查点东西 几分钟后 一段电话录音发了过来 根据江彭月的说法 这是公子力 今天最后一个电话的通话记录 十三点开了那段录音的播放按钮 喂 请问是胡老板吗 我是公子力 公小姐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胡老板 我 我想找人借一笔钱 可以算利息的 公小姐 你开玩笑吧 你姐还有你姐夫 何比一千给我加起来都有钱 你找我借钱 这件事 我不想让我姐姐和姐夫知道 也拜托你不要味醇 这样 你想借多少 十一 司公小姐 我知道你们家有钱 可你这张口就是十一 你也太看得起咱这普通小老板吧 我知道我借的有点多 可是我实在没办法了 胡老板拜托你帮帮忙 十一也不是不行 你这样 今天晚上你穿上裤女郎的衣服 来D豪TV的皇帝包厢 陪咱唱唱歌 聊聊天 你 胡兴 你有点太不尊重人了 你把我当什么呢 龚总 我就是因为尊重你 才给你这个机会的 我拜托你好好想想 十一来 我拿这笔钱去跟银行含无风险的大额存单利息 都能谈到五六个点 随便找一家企业 答应借给他一千万 那家企业的老板就恨不得把他老婆塞给我 换做是别人 你就是说扩大天 我也不可能见 龚总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愿意的话 穿好衣服今晚过来 十个亿我可以不要利息借个用 而且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我保证没有人知道 绝对不向外面透露半个字 可以的话 晚上六点准时来 钱我给你准备好 不愿意的话 这电话我就当没结果 谁也不会跟谁说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录音到这儿 就戛然而止了 宋宇听得出了一身的冷汗 糊涂 龚总真是太糊涂了 胡心那众人 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儿 无惜借钱 信了那是傻子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十三拨通另外一个电话号码 朗方 把红星安保的人全叫上 来大活了 小蓝车公司总部 今天是商力约定 强制用户捆绑PP有才的日子 需要胡心到场 双方的技术人员一起沟通 并且进行公测 商力不耐烦地问道 胡心哪 怎么还没来 秘书孔茜回应 商总 咱们这边跟胡老板那沟通了 但是PP有才公司的对接人员说 已经一天没见到胡老板了 还有胡老板的几个心腹 也都不见踪影了 您说会不会是胡心反悔了 放咱鸽子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事对胡心而言百利而无一害 他没道理放我鸽子 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你去拜托孩子们查一下 好 紧接着 助理走过来会报道 商总 我们发现最近阿力集团上线了一个新项目 叫共享充电宝 目前在红星超市 汉堡皇 红星电影院等 墨院资本自营的地产行业都摆上了这玩意 您看 我们要不要跟风也弄一个 共享充电宝 我看看是什么 当商力了解完了共享充电宝以后 当即放声大笑 三十块钱就能买一个充电宝了 十三赶一块钱一小时出租 最高的居然赶五块钱一小时 他疯了吗 真当用户都是傻子 我告诉你吧 这他妈绝对是个陷阱 十三放出来让我上当的陷阱 现在公司资金链这么紧张 一旦我跟进杀入 就中了十三的计 呵呵 十三太小看我商某人了 原来如此 还是商总看得远 就在这时 孔倩焦急地回来了 商总不好了 胡老板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被抓呀 孔倩把胡心与公子力的事 一五一时地告诉商力 接着又道 现在胡心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 而且PP友才公司已经被十三给告了 正在被上面调查 估计很快就会垮 商力一听这话 愤怒到了简直眼里要喷火 阴谋 这他妈绝对是十三设计的阴谋 好你个十三啊 为了阻止小篮车起死回生 你连自己小姨子都敢拿出来十美人计是吧 商总 那咱们这边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取消跟PP友才的合作 另外再想办法 去把小篮车的高管们叫过来开会